两岸服贸协定即将上路 对国内服务和传统产业带来不少疑虑 周末台中市油厂大型就业博览会 参与真材的厂商有半数都是服务业 对服贸协议有部分业者就担心人才会流失 所以开始拟定培训计划 要展开油人大作战 就业博览会人山人海 说是帮求职者美和工作 更是帮厂商找寻好人才 特别是两岸服贸协议签订后 已经有业者开始忐忑不安 公司辛辛苦苦培养一个人才出来了 但是却成为它一个跳板 然后去往对岸发展 这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事情 这次参与的求财厂商有62家 半数都是服务业跟传统产业 都直接跟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 一旦中国业者来台设点 难免担心本土人才会流失 这家火锅店未与筹谋留人 积极备战 对于人才的规划 其实我们都会帮忙他们 就是说设计说未来 其实他们不仅从基层人员学起 他们未来其实我们都希望 他朝向店长这一部分 不会说特别去担心这一块的议题 或人才的流失 积极备战本土的服务跟传统产业 忧心服貌冲击 但求职者则另有看算 我是绝对不会去选择 大陆那边中国那边来的公司 主要还是喜欢台湾的环境 我们的人文 如果心资高一点的话 老婆小朋友在这边我们就过去 服贸协议氛围下 这场求职博览会 反倒更像是本土产业 留人大作战 新团队电视综合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